廣東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廣東自從4月以來一直就大事不斷 洪水、龍捲風、梅大高速路下陷 山泥傾瀉毀滅全震等災難相繼發生 而在近日更是出現罕見異象 下方我們來了解一下 5月9日廣東佛山馬路中間突然出現線狀雨 只有面積大約1平方米的線狀區域下雨 其他地方就一滴雨都沒有 據拍攝影片的人說前後都沒有雨 只有中間這個位置 就好像一條線一樣的雨下下來 持續了大概十多分鐘 就好像這個世界出現了北 很神奇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廣東佛山蟬城區 黎晶新村附近出現了一個異象 當時佛山疑似剛剛下雨 馬路地面還是很濕 天空也是陰雲密暴 不過在其他地方一滴雨都沒有下降的情況下 只有馬路中間出現一條路線區 雨點就在那裡密集地下降 目測下雨面積只有一平方米大小 相當於一條車路的闊度 在影片的畫面看到 一名開電單車的女士 小心地擾過下雨區域 路邊就有多名市民在圍觀這個奇特現象 拍攝影片的人還特意把鏡頭轉向天空 顯示下雨區域在馬路中間 上面沒有建築物 因此並不是大廈漏水 網民紛紛說笑 那是他們見過最小的局部雨 天漏了 咦?又是誰雲寶寶不開心呢? 所以說這個世界是一個巨大的草門 以後天氣預報說局部地區有雨 不要覺得不准 無獨有偶 在4月25日 香港又出現過這種網友說笑話的北雨 當時目擊者拍到的相片顯示 空中出現了一條水柱 一直由雲裡貫穿到地下 而其他地方都是晴空沒有下雨 這種現象極為罕見 令人悉悉清奇 網民看到之後都大叫 哇!神奇啊! 有人就說 我們經常聽說過龍吸水現象 難道這條水柱 就是龍套出來的水? 這些奇特的景象 為什麼頻繁發生? 那是上天要告訴人類知道什麼呢? 或是想讓人明白 當有一天 人類不相信的都成為現實 人類不承認的 都顯現在人的面前 當人類不能不相信的時候 是否一切已經為時已晚呢? 下面我們再來看另一個 在中共國已經常態化的異象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 5月11日 內蒙古赤峰的黑十黑騰旗 5月飄起鵝毛大雪 白茫茫一片 就好像回到冬天 當地民眾紛紛說笑 內蒙古再次入下失敗 5月下雪 打破了當地的天氣規律 一般來說 內蒙古5月是一個溫暖和舒適的月份 大家期待戶外活動和春季的農作 有拍片的人說 你能否接受到? 下雪 暴風大雪 能見到只有十米 那是我們這裡5月11日的天氣 大陸網民紛紛留言說 我這裡也熱到死了 你們那裡還下雪? 千萬千萬不要下雪 農地才剛播完種 如果真的下雪 今年的農作物就危險了 你有沒有問問是否有冤情? 5月飛箱 誰有冤? 也是那句說話 該儲點糧就儲點糧了 5月11日這一天也挺熱鬧的 不僅內蒙古出現五月落雪異象 北京也出現了情況 5月11日凌晨 北京、新疆和黑龍江等多地 出現了紅色極光奇觀 據曝光的影片和相片顯示 新疆阿勒泰、黑龍江莫河、北京、內蒙古和甘肅等多地 出現了罕見的紅色極光 而在象徵中共權力中心的北京帝道 也出現了罕見的紅色極光 天空呈現一片血紅色 針對北京出現紅色極光異象 當時就有博主出來和大家進行解釋 他說北京出現極光 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因為我國的地磁位度較低 即使是較強的地磁活動發生的時候 也很難發生明顯的極光現象 就算在中國的最北部 也很難看到極光 難怪有網友說 北京居然也拍到極光 真是不可思議 不過這不是什麼好事啊 而且中共國只用了兩年的時間 就幾乎齊集了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所有和血色有關的異象 真是很不容易的 譬如2022年5月7日浙江舟山出現了血色天空 2022年5月10日廣西百樂里河一夜之間變成血河 2023年12月1日北京出現紅色極光血天異象 2024年4月15日湖北武漢出現血霧異象 2024年5月11日北京又再次出現紅色極光血天異象 對於赤色即是紅色異象 中國古人認為赤色者主兵方 當出現類似血月 血色天空等天象的時候 會被視為不祥之兆 李淳風在他的月子尖裡面 就記住了多則赤色異象 譬如赤氣漫漫血色者流血之象 赤氣複日如血光大罕人民基赤地千里 赤氣屈船停住者 旗下有冰血流 城形上有魂魚眾人頭赤色 下多流血死傷 赤氣出參旗 不出一年 西湖來獄渡中國 躍侵地 不出三年 天下繁擾 百姓多憂 由這幾則來看 赤色異象 對應到人間 多數是發生冰禍和旱災 尤其以血光之災居多 清朝古今圖書集成 引述管規緝要天變色尖裏面 天以輕稱為體 色變分黑者 君不明 慘白者 喪憂 赤如火紅 兵喜 天下亂 在中國史上 當王朝走向沒落的時候 血色天空就與兆政權危亡 國軍的命運堪憂 我們先來看看唐朝 舊唐書記載 公元755年 安史之亂爆發之後 唐原中在逃亡的途中 天空出現了血紅色 這場戰亂徹底動搖了唐朝的根基 接著我們來看看宋朝 居俗知智通鑑卷87記載 宋輝中改完建宗政國之後 夜空就出現赤氣耿天 有赤氣在東北 耿西南 中咸白氣 張散 復有黑侵在旁 意思是一團赤氣出現在東北方 橫跨到西南 中間還有白氣 氣就快散的時候 旁邊有出現了黑色不祥之氣 當時有正言任白語解讀這個天象 認為上天降下異象 會出現公禁陰謀以下犯上 以及北方移敵出兵的徵兆 獻鑑天子任用忠良 霸著奸邪令神 痛擊奸惡來挽回天心 據《宋史卷》23記載 靖康元年潤11月丁有日 再次出現赤氣耿天 當時正是金兵公打變涼 上天連日落暴雪 足足有三呎幾深 以及日赤如虹 無光的異象 後來金兵公入京師 老走了宋徽宗和宋陰宗兩位皇帝 以及大批皇室中親 去了北方 北宋滅亡 而元順帝末期也曾經多次出現落血雨 喜紅霧 以及赤氣閉胸如血的異象 元史五行之 火不嚴上 卷51記載 自正21年7月幾至 麒陵路恩州西北 有赤氣閉胸如血 遇時荒散 月有 大同路北方 夜有赤氣閉天 直過天庭 自東而西 而是荒散 如是這三 至正28年 即是1368年7月貴有 京師赤氣滿天 如火照人 智人之神 氣焰方式 就在這一年 元庭離開大都 退回到蒙古草原 因為順帝繼續使用大元國號 史清北元 明朝就更是如此 據漢南族棍之記載 明朝崇禎元年 即是1628年 全閃千尺如虹 五年大基 六年大水 七年秋黃 大基 八年九月西鄉汗 略陽水路 文社全沒 九年汗王 十年秋和全無 十一年夏飛黃閉天 十三年大汗 十四年汗 由記載來看 天空赤色如血異象之後 就災難重生 一直伴隨到崇禎末年 四幅傳書裡面 也記載了這個異象 崇禎元年 1628年3月25日 五古 傳閃天赤如虹 至是漸王 日此出 占約此赤省也 主大罕 有急兵 四年白水賊王二返 明朝1368年至1644年 國造276年 最後一位皇帝是崇禎 由崇禎登基開始 陝西全景 就出現了天赤如血的異象 隨後各種災難就層出不窮 除了飢荒 罕災 還包括大瘟疫 譬如1633年 山西爆發的鼠疫 史稱明末大鼠疫 以及1643年 北京爆發的京師大瘟疫 這場大瘟疫 導致了二十多萬人死亡 崇禎16歲職位 就要擔負起抵禦外滑 削平內亂的重擔 他有心黎晉徒治 但是用人不當 加上各級官員貪腐成風 橫禎布臉 鍾飽斯朗 鑄空了明朝大廈 即使崇禎勤於政務 有意隔身 但是因為他生性輕信多疑 聽信殘言 殺大將袁崇煥 致毀長城 毀了東北的防務 使王太極有機可乘 崇禎登基開始 全閃就出現天赤如紅的異象 預兆了他的最終結局 他在位17年 最終都是無力挽回亡國的天意 大明江山也斷送在他的手上 由以上的技術來看 天空紅赤如血 是對國軍的警告 很有針對性 同時也帶有預言性 欲笑王朝更迭 有句話叫做天命不可為 當天意已決 人想去改變天意 這是不可能的 無論你多麼勤奮 再勤奮 也抵不過智商的缺陷 因為神不會給當權者智慧 因此王朝末期的當權者 要麼就只能頻頻出分招 要麼直接就是個不自理國家只顧享樂的昏君 因為天要祂望 今天的人可能會說 不要聽他們說 什麼天意 這只不過是太陽風暴造成的 現代科學 的確是這麼看的 也是這麼解釋的 但是有一點 為什麼太陽風暴所帶來的血色天空 總是對應著皇朝末年 或者君王性命的結束 在這一點上高 恐怕沒有誰能夠說清楚 一個巧合就打發了 一次巧合是巧合 一次巧合 那又是代表什麼呢? 希望更多的人 能夠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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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